來到天秤座滿月 在農曆的三月中就有這個滿月 直至到農曆的三月尾 太陽或者上星星座 白陽座的各位朋友們 會怎樣呢? 那個自身整理的吻仔 是非常非常非常之糟 這個幣是我最近看到這麼多星座 你們最近是第七個 之前那六個星座 他們也有些地方是很糟的 但可能離不開一些錢 工作那些 但現在就真的說你們的整個自身 身體有很多東西是很糟的 我會說 最近我看到你們第七個星座 那白陽座的朋友們 你們會最容易遇到武漢肺炎 如果是香港的人 當然是自己做足防護措施 但例如來的很多新的感染病患 都會是白陽座的人 或者你們自己會容易生病 總之很容易生病 記住 OK 還有沒有什麼不要到處走 因為交通方面都會容易出事 我當然不希望是交通意外 但可能比較輕微的 都會容易有些延遲 或者什麼都好 還有最近你們會經常發惡夢 還有可能會夢到一些有關死亡 鬼魂 陰暗的東西 如果真的這樣的時候 記得要快些尋求宗教的協助 對 好 還有沒有呢 其實真的有很多故事可以說 對 然後還有 對 如果 白陽的朋友們 如果你們是有下屬 聽著 如果你們是有下屬 即是你們是老闆級的 或者有一些人是under你們的 或者你家裏有請工人 因為工人都算是你的下屬 是不是 under你 要聽命於你 還有如果你家裏有養寵物 還有如果你家裏有病人的話 都說完了 那 我有一些很重要的東西要提醒你們 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不需要聽 但是如果是有的話 我給你這個提示 就怎樣才可以得到呢 我會在這裏買個關子 但是 你們只需要進行兩步的動作 就可以得到我這份忠告 首先第一 要like這個video post 還有Facebook的朋友們 要麻煩注意一下 因為我喜歡見到那個心心 就多過 純粹是那個死人藍色的 死人藍色的 死人藍色的 明就明 那個手指公 thumbs up thumbs up 那個like 所以呢 如果是Facebook的朋友 麻煩就 按那個粉紅色的心心 還有 粉紅紅紅色這些東西都是旺我 那 要做多一點點 如果是Facebook的朋友 但是其他IG YouTube的朋友 純粹like這個video 第一步 然後第二步 就在comment公開 直接去問 不要隨便說個hi 就算了 就是說我想知道 其實我有什麼要注意 然後第三 我就會私下去PM你們 究竟你們 如果是有下屬 照顧病患 有一些老的傷殘 還有有養寵物 諸如此類 究竟你們有什麼地方要小心呢 是的 那 是的 所以現在聽到的東西都不太好 不是太吉利 那 總之 接下來這兩個星期左右 大家都記住 一凍不如一靜 是的 不要出門 哪裏都不要去 是的 還有如果 嗯 真的 嗯 有一些 嗯 真是一些陰邪的東西 尤其是如果在夜晚 夢境這些地方出現 去騷擾 就記住 真的要尋求宗教協助 是的 因為這裏的異象都幾出一下 因為這裏的異象都幾出一下的 怎麼會 一點 適合 噓